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先看一下这个二土一的峰会 二土一的峰会当然大家都在聚焦说 他们谈出了什么样的成果 当然也有人在琢磨说 普京的这个健康状况 而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 让大家觉得下巴要掉下来 因为这西方媒体铺天盖地的好几次讲说 一下子普天尼一下子他精神状况出问题 一下认知又出问题 结果今天我们看看中情局长讲了一句话 他说普京太健康了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跟前一阵子我们听到都不一样 不是普京又怎么了吗 又好像怎么手抖脚抖 然后又什么眼睛不止住的抽搐吗 怎么突然是太健康了 那结果博恩斯告诉大家 很多关于普京健康状况的谣言 据我们所知 他太健康了 那这是非官方的一个情报苹果 的确是普京7月20号的时候还去到了伊朗 还是跳着下飞机 所以连英国国防的参谋长汤尼他都讲说 关于普京身体不好的传言 其实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军方看见的是 政权稳定的俄罗斯 越打俄罗斯越稳了 这场战争 不再是西方国家这样唱 所以西方国家都开始要告诉我们真话 原来前一阵子他们讲的都不是真的 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三国元首牵手大团结 俄罗斯伊朗土耳其 其实二土战争还打了12次 那二一战争他们割地还没有归还 但是因着美国因着拜登 他们三个人牵手站在一块 秉除过去所有的成见 他们现在站在一起 共同抗美共同跟美国唱反调 首先美国他退出了 这个伊朗核协议 启动了重启全面制裁 那这个2016年的时候呢 埃尔段还一直不断地在扯美国后腿 其实到现在都还是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世仇和解 美国真的是居首宫 那所以纽约时报都自己在讲 这次会面其实向世界发出了信号 就是二一长期的这种艰难关系 已经正在改善了 变成了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 其实不光是二一啊 二中也是啊 本来这个我们不是说 中吉乌铁路也同样都是 还有一些芥蒂 还阴着美国 美国真的是让大家团结 让全世界都团结在一起 只是不是站在你那一边啊 那我们再来看看 二一一点二兆的世纪大单 也是动摇整个世界吗 现在三国是不是叫共组能源队 伊朗跟俄罗斯的能源企业 签下400亿的美元大单啊 那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 全球六大天然气的锄量国 中国排第六 伊朗排第二 俄罗斯排第一 那俄罗斯就占了大概全球28% 伊朗占了17% 合计45% 也就是说呢 他们未来啊 还要共同一起开发这个 北帕尔斯气田 那他储量啊 就储备量高达全球的20% 大到需要两个国家一统来开发 那一旦开发下去不得了 接下来全球的天然气 将会有50%以上 掌握在俄罗斯跟伊朗的手中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是什么状况吗 以现在此时此刻 现在美国已经在制裁伊朗 美国也在制裁俄罗斯 已经让欧洲已经跳脚了 那未来更多的这个石油 跟天然气还会握在他们手上的话 那美国还要继续制裁吗 那紧接着我们看看 他们三方啊 这一回也都对西方国家 有释放出一些话语 比方说像是伊朗的最高领袖 他们内议 他就讲说北约必须停止扩张 那普清也是在讲 他说我们现在透过这次 恶务战争一些制裁 我们认知到依靠外国技术 只会陷入屈辱 只有主权国家能够保证增长进程的这个世界 那这个世界的历史新时代即将要来到 那土耳其也是讲说 我们会持续跟俄罗斯在天然气方面 有继续的合作 所以看起来他们要组成这个能源的 这个能源队 三国共组能源队 那二一同盟啊 现在也是共同抗美 俄国驻伊朗大使讲说 我们二一军事技术上的合作 没有任何的问题跟限制 那伊朗甚至还自己成立了第一个无人机师 那主要是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这个地方 因为呢他这样子 荷姆兹海峡现在掌握了全球 大概75%的这个油气啊 会从这边经过 所以不论拜登说服多少国家增产啊 那不好意思啊 75%的这些油会从这边经过 那你能不能运出去也是要等这个伊朗点头啊 那所以当然是掌握在伊朗的手中啊 所以美国想要在这边搞事也不容易啊 美国中情局长就现在是不是怂了呢 他自己在讲啊 他说伊朗没有要恢复发展核协议啊 没有要恢复发展核武器啊 这倒是今天最新的一个讲法 前一阵子不是在讲说 你们已经差一点点就要 下个礼拜就要有核武器啊 现在自己又缩回去 又有不同的说法了 那这样子看起来 俄国跟伊朗站得稳稳的在军事上同盟 那美国总要找个人出气吧 谁呢 土耳其哦 他又反悔了 前阵子他不是说要卖给土耳其F16嘛 现在哦又不卖了 那土耳其的防长很跳脚啊 说哎 美国你军事又不应该又射线了吧 但是他现在看到土耳其又站队站到那边去了 逮招机会 哎 我刚刚好来修理你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看 你看到这个俄罗斯发起了这一波的大反击 他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 组成了他们西方所谓的这个邪恶联盟啊 那你既然说我邪恶没关系啊 那我就继续去这个拆你后台 去哪 去非洲哦 拜登他在今年的12月底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非洲峰会啊 光是这样听这样子的一个格式 大家就会想起 不是美洲峰会也是搞得乱七八糟 东盟峰会也是搞得乱七八糟 他还要去办一个非洲峰会哦 那俄罗斯马上紧追在后 有点像中东行哦 拜登去完马上普清去哦 那非洲同样也是 拜登去完普清 在这个2023年也立刻要去到那边 有俄罗斯跟这个非洲的峰会也要举行 而且现在他是不是也要学中国大陆啊 在埃及这边哦 他有一个核电站要来开工 在核能方面给予他一些技术支援 所以俄罗斯要协助来新建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他也要来进军非洲 也要学一带一路这样子 用基建的方式跟这些国家打好关系了吗 首先我们先问一下大使 先讲非洲 其实在这个冷战时期 俄罗斯在非洲的着力就非常的深 只是那个时候是跟因为美国在争霸 所以其实俄罗斯这个在国际各界的这种 各种不同区域 他的这个实际的交往 跟这个实际深入的经验 可以说是蛮丰富的 那现在我对普丁的 他目前的战略的规划 我有几点看法 第一个就是俄罗斯要出来 等于说有点重出江湖 他要在世界 重返世界 重返世界 从整到各个地方 各个区域 建立他的这种区域的联盟 最后形成一个大的结盟 那这个区域联盟看起来的话 在这个中亚 这个欧亚非 欧亚大陆这一块 欧洲跟亚洲接触这一块 他基本上这一次去 土耳其 伊朗跟俄罗斯 这三角关系 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面 最主要将来着力的 这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域结盟 当然他还有这个 往这个 往这个 再往南亚走的话 中 俄 印 这三个三角联盟 另外还有上海合作组织 还有俄罗斯原来的欧亚 这个经济组织 还有他的这个 这个安全组织 集体安全组织 还有他这个俄罗斯 当时苏联瓦解后 成立的这个 这个毒血国家联盟 所以他这一些过去 他并没有完全着力的 这些区域组织 现在俄罗斯 你看他是主动出击 还有一个核心的 就是这个金砖五国 看起来 现在俄罗斯将来 把沙奥地 这个阿根廷 这些 还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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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 对 这几个国家 将来他会慢慢 把他这个 威内瑞拉 有可能 威内瑞拉 有可能 他会都会成为一个 新的一个 俄罗斯 主动来作为一个 粘着剂 跟一个怎么样 跟一个穿针引线角色 他要成立一个新的 俄罗斯 在扮演重要角色的 一个新的国际的联盟 这是第一个在做的 第二个就是说 他掌握关键能源 关键能源的话 俄罗斯来讲的话 除了石油之外 就是天然气 而且天然气的未来性 看起来比石油还强 因为很多国家 现在就是说 他这个发电 都由石油 或者煤 再逐渐转移到天然气 这天然气的供给 将来会需求会更 需求会更大 另外一个 就是说 现在供暖也一样 像这个中国大陆 以前北方供暖 基本上烧煤 那这些年来 都已经改成天然气了 因为这个 这个西伯利亚 一号 已经直接从俄罗斯 从东北那边下来 一直到北京了 所以这些供气 基本上我想俄罗斯 要掌握这个天然的 第三个 我的观察 这个俄乌战争 可能不见得 现在是乌克兰比较想停 想要继续打 而是俄罗斯 已经准备 把乌克兰战争长期化 因为这个长期化的 结果下去 事实上一定会把 欧洲先拖垮 欧洲拖垮的时候 会把欧洲跟美国之间的矛盾 把它凸显出来 那么事实上美国也被 现在某一种程度上 看起来 好像是美国在主动 推动战争 反过头来 现在你看 其实美国 现在这个俄乌战争 本来是要透过乌克兰 拖垮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 透过欧洲 拖垮美国 对 现在所以 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普丁的炸战略 非常的厉害 而且他出手 凡出手 必有他的非常精准的目标 那现在这一次 你看他这次 三个国家的结盟建立起来 而且土耳其还是北约 北约会员 现在都拉过来 另外一方面 你看他天然气 以为俄罗斯现在 哇 怎么可 这个国家经济 不是被西方国家形容的 已经要衰退了 好像现在老百姓 都日子难过下 一出手四百亿 四百亿美金 那么在 目前在这个 长期被制裁的 伊朗来讲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一笔钱 所以我觉得 这个普丁 不出手择矣 一出手 就惊动武林 轰动万叫 他过去 曾经普丁 一直有他的西方梦 是 因为他自己是 隔别屋 KGB 他是精通德文的 所以他过去 在他那个 在KGB做的时候 他派在东德 对 所以他蛮喜欢 他像彼得大帝一样 他的偶像 想把俄罗斯 带入到西方文明的 这个阵营里面来 可是现在我想 他这个梦 已经完全梦断了 完全走自己的路 那跟西方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现在就是 针锋相对 好 我们请教赖老师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跟俄国采用的是 对抗式的 这样的一个外交策略 你一旦要采用 对抗式的外交策略 那对方当然会反击 一旦反击的话 那彼此之间 都会去动员 重组 使用各种资源手段 然后来对抗 所以任何一方 利益受损的 他们会形成另外一种联盟 那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对他的安全依赖 或是经济 或是军事依赖越大的 美国动员的力道 就会越强 可是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发展 对于整个世界是不利的 对整个世界的稳定 也是不利的 但是看起来 目前没有往好的方向 走的这个趋势 那既然没有好的方向 走的趋势 我们所有的国家 其实就必须要去 很谨慎 很仔细 然后去分析 去观察 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 趋势中会带来的影响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拜登的中东之行 一回来 普丁就到了 可是我比较注意到的是 这个俄国的 驻伊朗的大使 他所说的 就是俄国跟伊朗的 军事合作 是没有上线的 对对 那没有上线的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就在伊朗要什么 伊朗它其实就是要具有 绝对的核能力 是 那伊朗要具有核能力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 因为它有核能力 所以这个伊朗的核协议 就迫使美国必须要签署 或是要同意 那如果没有的话 伊朗就一定要往这个具有 实质上核能力的方向走 目前伊朗它宣布 说它已经具有制造核武的能力 但是它还没有做 那美国的这个回应 其实也就是说 确实伊朗还没有做 那为什么美国要做这个回应 其实美国做这个回应 其实是希望以色列要烧鞍物照 就是以色列你不要动手 你一动手的话 那这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就乱了 所以现在关键就变成是 以色列什么时候会动手 或是会不会动手 然后对伊朗的什么地方来动手 因为伊朗它本身也已经宣布说 他们有面对以色列 可能会对他们采用攻击 例如说以色列也曾经用 骇客的方法去攻击他们的核设施 那伊朗说他们也准备好 以色列如果对它发动攻击 他们要反击 那因此他们已经完成了 诸相的演习 可是这个演习的内容 我们到目前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不晓得伊朗 反击以色列的时候 会采用什么样的反击手段 假设如果伊朗的反击 是采用导弹的 也就从伊朗的本土 直接打这个中层的导弹 或是用无人机 直接攻打以色列 那以色列会不会就这样子 宣布跟伊朗开战 一旦是如此的话 中东的变局就发生了 那就不是谁能控制住的 油价一定会高涨 目前美国在国内所做的 想要抑制通膨 或者是欧洲目前想要做的 也是抑制通膨 那这些所有的努力 都会徒劳无功 那全世界的股灾 或者是油价的上涨 地区的不稳定 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我觉得变数 事实上是越来越大 尤其是这次普丁跟这个伊朗 还有跟土耳其搭乘的这些协议 它会使美国的控制力 是越来越弱 我觉得变中东成为一个火药库的可能性 跟趋势是越来越明显 其实这个是危险的事情 好 我们来请教 将军 这次普京到伊朗去访问 我觉得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乌克兰粮食运输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现在 粮食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 我们俄国其实不反对粮食运输出来了 现在是乌克兰自己将黑海 奥德萨渔港那边布了水雷 所以它布水雷 当然是防止说 俄罗斯的军舰过去 那俄罗斯也防止说 如果说水雷拆掉的话 它也担心说 美国他们西欧国家的这些武器 会利用海运运到乌克兰 所以双方彼此在这种猜疾之下 就在那边布了水雷 因此造成粮食没办法运运 我想这是第一个 他们要谈的问题 也就是说土耳其希望土耳其能够接受 俄罗斯在那边 所有船子都要经过俄罗斯来做检查 不要有运武器的船进去 很单纯的就是把粮食运出来 我想如果说真的能够达成这个协议的话 对全世界粮食 目前供应来讲的话 是一个很好一个消息 第二个 我觉得他们三个国家会谈 第二个目的是叙利亚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跟伊朗 他们两国是支持小阿萨德政权的这种政府 然后土耳其跟美国是站在同一边 支持反航军 所以目前来讲 因为俄罗斯他调了一些部队 他把一些部队抽掉出来 去乌克兰打仗 所以造成他的在叙利亚那边的战力一种空虚 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必须要跟土耳其来做一个谈判 那土耳其摆明的就是 你利用你军队抽走的时候 我这时候准备要攻打库德族 那他们也希望叙利亚这边已经够乱了 不要再继续乱下去 双方三边能够坐下来谈 不要利用这个时间造成战事的继续扩大 也就是叙利亚安全问题 我想是他们目前才谈判的第二个重点的问题 第三个是石油的问题 能源的问题 其实俄罗斯跟伊朗 这两个国家都是产油大国 那俄罗斯现在因为能源被制裁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卖很便宜 卖到欧洲去用很便宜的价格把这油卖出去 其实对影响最大的是谁 其实是伊朗 伊朗他油就变成说 他的油的价格就变成说 卖不出去那么多 其实对伊朗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俄罗斯也必须就这一点 来跟伊朗做一个商议 做一个谈判 双方来讲油价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点 那不要说俄罗斯用很便宜的价格打折的油价卖出去 造成伊朗自己本身的油卖不出去 我想这也是双方来讲必须要谈的问题 第四个是就是俄罗斯想要跟伊朗购买它无人机 那这个我想 如果说他买到无人机的话 对俄乌战争的话 那乌克兰的影响那就很大了 因为伊朗的无人机是仿造美国的无人机 其实他的查打议题功能是很强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王周马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来看看欧洲现在真是苦不堪言 又通膨又没电 但是天气怎么样 还热浪啊 真的是这个快活不下去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上面这一排就是欧洲各地的热浪啊 还出人命啊 还大火啊 怎么这个欧洲会变成这个样子 首先先来看一下 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热暴地狱了 我们有画面 画面先来瞧瞧啊 就是因为现在英国 这个热暴地狱的画面曝光 多地已经陷入了火海啊 甚至他的这个铁轨 62度的高温都这个热到了变形 还造成停舍 因为这个火车一开过去的时候 马上起火摩擦起火 还有他们里头啊 像是这个一些旷野啊 森林啊 甚至我们画面上这个温尼顿镇 都一直出现这个大火 据说伦敦单日的这个大火树 就有超过15件 也说是二战以来消防员最忙的一天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热浪到底多严重 整个欧洲也好 甚至连美国都有啊 美国说这个到处也都是出现热浪情况 有1亿人受到影响啊 好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英国是这个样子 一摩擦就产生大火 多地陷入火海 那法国也同样啊 已经变成烤箱一般了 但是大家不装冷气要佛系的避暑 因为他们现在呢 就是没有钱这样子去花这些什么天然气的费用 大家在那边吃冰块 喝冰水 用这个电扇这个扇子自己扇风 所以法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很多人真的是自己这样子佛系防疫 避暑 不是防疫啊 佛艺避暑 然后他就说医疗费用非常惊人 很多人都热到受不了 送到医院去了 葡萄牙更是可怕 夺走了1063条人命啊 那西班牙也是超过500人丧命 10天以来 丹麦啊 甚至往北边去了丹麦 高温都已经到了35.9度 破了7月以来最高的纪录 那美国有超过1亿人也受到了热浪的影响 所以全世界都在通膨 但是全世界的气候又在这种热浪之下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不敢用这个电 那所以我们看看欧洲的断气的状况啊 目前俄罗斯可能已经断气 欧盟就要求说 那成员国 大家就减少这个天然气使用量15%吧 从8月1号直到2023的3月底 哇半年多的时间 所以大家看起来这个欧盟真的苦日子还有的 因为马上就要冬季了 他8月到这个明年3月 不就刚好是冬季吗 那现在是不是就是普京的冬季战略要奏效 这一招是不是会使得欧盟互打 我们看看国际能源署的署长啊 他就讲说 这个天然气是考验欧洲能否团结的时刻 如果俄罗斯降低了这个输气量 那德国又把这个额度啊 因为未来这个如果北溪1号通的话 那德国恐怕会把这个额度都留在自己国内 就会引发这个欧陆之内 欧盟之内的一些紧张局势 那英国现在大家非常瞩目啊 就是这个新任的这个保守党的党魁之争 现在看起来呼声最高的两位 一个是前财长苏纳克 另外一位我们台湾人都很熟悉啊 就是他的外长特拉斯啊 因为特拉斯动不动就要对这个两岸啊 发表一些评论 他是抗中色彩非常鲜明 那另外一位现在比较领先的苏纳克哦 就是他有一些印度裔的一个色彩 那现在当然就是他看起来 目前是领先的一个趋势 而且他的态度啊非常关键 因为他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 两者是不太相同 他是比较务实派 他是比较鹰派的 因为像是这个苏纳克 他在去年的政策演说的时候 就说英国跟中国的价值 虽然有根本的差异 但是大陆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所以应该跟中国大陆建立一个 成熟而平衡的关系 甚至他在担任财相时 他还试图在重启这个2019年停摆的 英中经济财经对话 那特拉斯就不用说了 我们常常就听到他讲讲什么呢 呼吁法国要强化欧洲安全 共同对抗中俄威胁 那对于我们台湾也在讲说 我们应该要尽速提供武器给台湾 因为中国攻台是灾难性的一个误判 所以感觉上面都一直释放一个中国威胁论 那当然现在英国可能很多人 也不见得是倾向这样的一个走向 因为他就是承袭了强身的一个走法 那是不是更倾向于说误实派一点 现在毕竟通膨压力这么大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 他这个联欧制美的大战略 现在看起来这个新欧盟驻中大使 阿尔巴尼亚纳他就讲说 中国统治世界是必要的 要和平统一台湾 最近也看到王毅有非常多的动作 他7月19号去了跟芬兰外长通话 7月18跟法国的总统外事顾问通话 那7月17号又跟匈牙利的外长通话 那李克强呢 同样也是在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面 跟这位主席也有所通话 所以中国跟欧洲的关系 陆陆续续在透过各方各面 正在恢复当中 恢复对话当中 那大家就在讲说 这前两天不是有南华早报就讲说 习主席可能会去访问欧洲 不是 可能邀访欧洲四国的领袖 到底有何玄机 那有些人是讲说 他可能是想要先测试一下 或者是说 是不是有新人是特别提早曝光 或者是说 有些是不是要先抛出来这个议题 酝酿看看他的走向 或是各界的动作会是如何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华莱士 我们时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到他 他也讲了一句公道话 他就说欧洲 我们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交恶呢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听一听 好 我们来请教赖老师 先谈一下欧洲的热浪 因为我过去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一年365天就一天 是36度那是最高温 那之后温度就慢慢降下来 所以欧洲人他们基本上是不装冷气 因为冷气热的时间实在是很短 然后他们装的话 你等于是一年只用一两个礼拜 或是用几天而已 然后再加上干燥通风 所以有电风扇吹温度就会降下来 一般来讲到晚上 因为他们白天温差比较大一点 所以通常都没有问题 可是这次真的很严重 这次绝大部分的巴黎人 他们都没办法睡好 因为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据说大概都只睡三四个小时 因为继续没办法睡 那他们也还是没办法装冷气 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再加上他们的这种建筑物的这种 都是城堡型的格局 你冷气一装的话 里面的排热又出问题 你要不及被装一个中央空调 中央空调又牵涉到电费 对 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比较复杂 很难解决这问题 但是一般来说 一旦发生了这种温度这么高的话 老人家热衰竭的情况会很严重 以往在我们读书的时候 就有发生过热浪来的时候 就有很多老人家就走了 所以那时候的总统 法国的总统密特朗 他就呼吁 就是孩子们要常常主动的跟父母联络 看看他们的情况有没有需要帮助 因为法国独居老人实在是很多 或者是两个老伴 然后孩子不在身边 这种很多 后来他们也曾经呼吁说 是不是像我们来学习 像我们中华民族来学习 说三代同堂的这种方式 是不是应该是更适合人类的社会生存 那这样也可以减少养老机构 或者是社会的民生支出 这个都有提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中华文化有我们的特点 这个特点不要轻易的就抛弃了 往欧美学 因为欧美的走向并不是见得是有利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老人家有孩子孙子陪伴总是比较好 但是气候暖化的这种极端气候 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当初否认的人 他们其实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那不好好的来解决极端异常气候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错误的 本来是美国中国大陆 他们还有法国他们在领导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氛围转变了 也就是我前一段所说的 美国采用对抗式的方法来对付中国大陆跟俄国 可是我觉得它反而把整个世界都破坏了 因为本来我们世界的问题是大家要合作 你想气候暖化这么的严重 结果采用对抗式的方式来做 那因此大家都没办法坐下来好好的解决问题 天然气的供应不稳定不充足 欧洲的国家开始又启动煤炭 而当初谈了那么久 就是要把这个温度降下来 现在又启动煤炭 所以我觉得人类的愚蠢 是来自于人类的贪婪跟自私 而我们的贪婪跟自私 制造我们的愚蠢 也制造了世界的不安定 好我们问一下大使 欧洲事实上的话 他们过去气温没有这么的热 所以从一点可以看出来 就是欧洲大部分的房子都没有装冷气 就住家都没有冷气 公共场所有冷气 欧洲买汽车通常也没冷气 所以过去欧洲就说夏天两个礼拜 就热一下就过了 其他时间都不需要装上冷气的 倒是暖气比较重要 其实欧洲其实西欧一带 事实上他们还得天独厚 那冬天也不会太冷 因为他们有这个海洋调剂 所以虽然纬度是蛮高的 可是他们没有像这个 在亚洲高纬度的 那个气温的那么样子 尤其冬天那么冷 不过这一次这样子的这个热浪 真的也是比较史无前例 而且死亡率非常高 我相信大部分这些去世都是老人家 那么在家里也没有冷气 那么身体 其实人的身体是这样 人的身体抗寒所需要的体能 远小于抗热所需要的体能 你就看起来 这个靠近北方的国家 人都长得比较大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事实上 他们没有太多的体能 要去抗这个外面的这个天气的变化 倒是在热带地方 人都比较瘦 也比较小 原因是什么 因为抗热是需要大量体能的 生物学 对对对 因为我住过热带 我也住过寒带 我看过一些资料 在热带的人基本上 你看大部分时间都 要不然就是在那边喘气 就是说动作会比较慢 原因就是抗热 是非常好体能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热浪来袭 这么多人死亡 事实上的话 是就是因为这个热 对于人的体能的消耗 对人体能极限的挑战 是远大于寒冷 那不过就欧洲来讲的话 他们现在也就说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地球的暖化 是整体人类 从工业化以来 大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 那这工业化最早发生在欧洲 那么从英国开始 这个工业革命开始 所以现在照联合国的 有关的这个 温室气体减量的这些 公约谈判都认为 越早工业化的国家 它对于人类共同来 这个制止 就是说来防止地球暖化 负有更多的责任 可是欧洲事实上并没有 并没有付出更多的责任 所以现在这一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会让他们的这个 老百姓跟他们这个政府 都会得到一个反省 就是说对未来这些 这些共同的防御 这个地球暖化上 要做出更多的贡献 那现在这个 现在是热 可是欧洲气候 到了八月 到了九月就冷了 冷了以后 他们现在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 我觉得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挑战 就是供暖的问题了 也就是天然气的问题 那最近欧洲还说 要减少这个 欧盟要减少 对俄罗斯 15%的天然气用量 那我觉得 这个可能最后造成的影响 不会亚于这次热闹 因为欧洲的冬天 很多地方是很冷的 你如果这个暖气供应不足的话 也这样会造成 可能会这次热浪 一样造成的 生命财产大量的损失 那这个是对俄罗斯 极为有利的 所以可能不需要欧洲 欧盟成员自然的减量 搞不好俄罗斯 会帮他们减量 那我们来问一下将军 将军怎么看 这个人家在讲说 会不会是普清的一种 冬季战略 因为冬天到的时候 当这些欧洲国家 他们都没有办法再使用这样子的一些 天然气或者是能源的话 这对于他们会是非常大的考验 所以我们看到像现在 这个德国也有讲出来 俄乌战争 我支持你乌克兰 但是我德国不会再给予 什么其他更多的援助了 因为大家也受不了了 其实我们这次 从北溪一号的断供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这个欧洲现在各国 现在都还在担心 说北溪一号 到底修复之后 俄罗斯还愿不愿意正常的供给德国他们 那就算供给德国以后 德国因为他这个管线是这样 先到德国以后 再到德国周边的各个国家 那如果德国比较自私的话 他就先把这些来的天然气 他自己留下来 不用到各国去了 那自然就会造成 这个欧洲各国的分裂 那如果德国说 好我很公平很公正 把这些天然气 继续输往意大利 或者其他各国来讲的话 那他人民会不会引起人民的反抗 人民的反对 所以德国现在也是陷于两难 那当然普京用这种方法就是 列结欧盟的团结 另外我特别要说 中国跟俄国之间的 跟欧洲之间的关系 其实中国来讲的话 如果说能够跟欧洲建立一个 比较紧密的关系的话 事实上是制衡美国最好的一种方法 那这个我们知道 习近平他是2012年上台 上台以后他也在积极发展 跟建立跟欧洲国家的 战略同盟的这种关系 尤其是在2014年的时候 他亲自去拜访了欧洲四个国家 那个时候欧洲是非常欢迎的 可是这些年以来以后 虽然说中国不断的经营 跟欧洲之间关系也建立了 不管是在中欧或者东欧 很多高峰会议的能够建立 尤其是最高峰是2019年的时候 还跟意大利签署了 一带一路的这种战略同盟的 这种协议 然后那是最高峰的时候 但是这几年下来 由于中国自己本身的强大 然后造成欧洲本身感受到威胁 不管是在南海问题 或者是新疆的人权问题 或者是香港的反送中问题 还有台湾的这些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都造成欧洲 对中国的一种恐惧害怕 也慢慢的也就是所谓的 对中国来讲有一种恐中症 在这种状况之下 就跟中国来讲 慢慢跟美国选战同对边 尤其是在今年最明显的是 G7会议以及是北约峰会的时候 那欧洲各国领袖所讲的话 更是明显对中国采取的一种敌意 我想说欧盟 欧洲四国年底要访问中国 也是希望能够修补这种关系 对所以我们看到 一边是俄罗斯 他是打欧制美 那一边是中国大陆 他是联欧制美 所以在这一边是俄罗斯 一边是中国的这个拉扯之下 是不是美国对于欧洲的影响力 就逐渐在衰减 也就是现在大家这么关键的在看待说 这个英国接下来究竟谁会上任 是不是也代表着整个欧洲 是不是有可能 英国一旦转向的话 美国在这边的影响力 可能就会大减了 9月初就会揭晓 我们马上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好 现在美国真的是蒙受到非常严重的通膨压力 先来看看拜登怎么又接二连三的 自己自爆一些状况 比方说他在演讲中说自己厉害 这件事情可大条了 美国身为全球现在的一个霸主地位的话 你厉害这件事情大家怎么不晓得 白宫赶紧又跳出来曾经 没有啦 这是皮肤癌 皮肤癌应该也是癌吧 这样有比较好吗 那白宫的发言人士讲说 拜登上任之前已经切除了一些皮肤癌 现在目前已经全越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 因为前两天不是有白宫医生讲说 拜登认知出问题吗 大家就担忧说 一直围绕在拜登的健康问题上打转 那的确这大概是疑虑之一 那另一个就是呢 民调也反映出来对于拜登支持度 每况愈下 现在下滑到36 这还是高的 今天还看到有一个是31 所以连英国的资深媒体人 皮尔斯摩根他都讲说 他会不会变成强生第二 因为现在逼宫事件 让强生下台 美国自己也存在这种 合法政变的手段 像是美国宪法第25条的修正案 恐怕很快就会来了呀 他就是看衰拜登说 会不会也像强生一样被逼下台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美国的民众 对于说到底下任总统 要拜登还是川普呢 美国民众可不可以都不要啊 怎么会这个样子 没得选了吗 百分之71的民众不想看到拜登 这个竞选连任 百分之64的民众不想看到川普再次竞选 但是会不会没得选呢 就是这样子了 那拜登现在看起来 这个今年以来 他的这个全球的外交策略 好像没有一个漂亮的成绩单出来 去中东行最近这个也是空手而回 美洲峰会搞的分裂 亚洲行好像也没个成果 只有一张合照 所以这个1.5亿也没有打动东西的国家 那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变成 最终还是得要回来面对自己的内政问题 那必须得要先从关税开始吧 现在是不是川普关税又再度拿出来讲呢 他最新的一公布就说 川普时代对于中国大陆的关税措施 美国的进口商支出就高达了320亿美元 所以这个数字放出来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这是川普留下来这个前朝的罪孽 让我来扛吗 所以我们看看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讲说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以原料为武器来打击别人 他讲的是谁 他讲的是说 俄罗斯你不可以用原料来打击别人 但是美国却可以自己用这个武器 中国晶片作为制裁吗 就是同样的算是不算是一种真正的原料 这个产制过后的一个晶片原料 是不是也是用来打击别人呢 新闻中开也是吐槽 就说看起来对于俄罗斯的制裁闪电战 已经是失败了 那美国想要把中国大陆视为假想敌 其实在很多领域采取限制 甚至是打压的政策 但是背后曝露出来的是强烈的衰落焦虑 看起来好像的确是这样子 那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 美国现在当然最关注的就是 他们的这个所谓晶片四方 参议院的这个晶片法案已经过关了 那他们现在很着急啊 希望韩国是不是可以加入 8月31号前希望得到韩国那边的一个回应 那韩国他们就是派出了什么外长也好 他们的经济部长都有一些疑虑 他们就说我们现在没有回应 我们还在考虑当中 我们也担心会损伤 不只是晶片业 我们整体韩国的经济恐怕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韩国并不是很乐意加入 但我们台湾也被列在里面啊 我们官方好像没有任何讲法 我们台湾没有觉得恐怖 觉得很好啊 这对台湾有利啊 今天还有报纸这样讲 这个晶片法案对台湾好啊 这样子我们要加入 但恐怕不见得是如此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韩之间的半导体 现在关系出现一些矛盾 比方说像是Intel跟三星在美国设厂 代工方面其实是竞争关系 那美国又阻止了SK海利市 用这个艾斯摩尔最新的EUV光科机 也使得这个SK海利市 在这个无锡这边要升级这个无锡厂啊 那它的利润啊 盈利啊 跟竞争能力都因此出了问题 还有2012年以来 其实三星在中国大陆 投资了258亿美元 还包含了像是西安厂啊 总产能是高达了42.3% 那再来看看 中国冲刺晶片 现在包含了像是自己的跳通 就Titalk的母公司 阿里巴巴还有百度啊 现在大家都开始在自己研发晶片 而不买现成品了 那所以当然 对于美国那边的需求量就会减少 那中国大陆已经连续两年 成为了半导体的设备的最大的买家 因为我自产嘛 我就当然要买光科技啊 总支出飙升了58% 高达了296亿美元 将近300亿已经超过了韩国跟台湾 像是中芯国际跟华红半导体 控制了全球大概10%的市场 甚至中国大陆从2000年开始 就在各类的补助 强势主导 就是由政府来主导 这个整体的产业发展 就是由政府来扶植这个产业 要变成一个好像国家级的 一个战略行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艾斯莫尔也提出市井 他就说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这个是半导体中央体供应商 如果我停止供应它设备的话 恐怕未来非常严重 会有后果 就是供应链会中断 那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 也是有一些回应 他就讲说 这个美国热衷于阵营的对抗 反而会自视其身 美方应该要深思一下 首先问一下大使 美国事实上的话 这个是损人不利己 就是说杀敌300 可能自损350 哎呀 真的这么多 对因为中国大陆 基本上它是半导体的重要生产国 那它的半导体设备 最大的供应国是美国 所以我今天生产的话 用的设备 生产设备 美国是主要供应商 所以你要抵制中国大陆 这个晶片生产的话 那事实上 美国这个 蛋导体设备的 生产设备的这些厂商 也没生意做 所以美国这个 第一个 这个 所以它的半导体设备协会 美国的半导体设备 一向都非常反对美国政府 这种去干涉 这种所谓供应链 自然形成这种供应链 这个作为 因为美国会 美国自己厂商会受重创 第二个就是说 事实上你要把晶片供应链 你分的所谓 有些国家你不卖 不准卖 那事实上问题 生产晶片的 基本上不是你美国 不是主力 最主要是韩国跟台湾 所以美国是管别人 不是管自己 你自己的厂商 都不太愿意配合了 你韩国厂商 为什么要配合 韩国在中国大陆的 不管是海力士还是三星 都投下重本 不但是因为 大陆的生产条件 性价比好 另外一个 也要就近 在攻入中国大陆 庞大的晶片市场 中国大陆的市场 是一种超大型的市场 现在这个14人的市场 正在慢慢蓬勃发展 将来这个晶片的话 你打不下中国大陆市场 中国大陆被别的 你的竞争队友拿涉 你在全球市场 就很难翻盘了 你就出局了 那中国大陆本身 事实上在这个晶片上面 虽然还落后 韩国落后台湾 可是慢慢赶得很快 现在这个14奈米 像中芯也进入量产了 对那28奈米更不要说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种 用政治来阻碍商业发展 最后不会成功 对 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以前我们在经济里面 我们既然在推 或是自然发展 这个全球产业分工 其实它就是会形成 依赖理论 对 就是你半导体 或是你某一个 关键的零料件 你做得比较好 价格又公道 又好 那我就没有必要 投下种植 技术 然后去研发 我向你购买就好 这样的形成就全球的 这个产业布局 全球的供应链就形成了 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 例如说美国在过去 它有半导体制成 可是当台积电的半导体制成 做得比美国还要好 价钱还要低的时候 美国人他就觉得 他不需要自己做 他就移出去了 那么要不就移到台湾 或是东南亚 跟台积电竞争 要不他就干脆被台湾 或是被哪一个国家并购走 因为他没有必要再继续做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事情 而且本来 世纪就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当美国采用这种对抗式的方式 采用这种对抗式的方式 你要组团来切断 你认为说可以遏制中国的 这个生产供应链的半导体 所以为什么要组台湾 韩国要参加 是因为奈米 尤其是先进的半导体的 奈米的制成 这个部分 台湾跟韩国的制造能力最强 尤其台湾比韩国更强大 但是原料这个部分 日本掌控了大概80% 然后设计研发 还有包括光刻机等 关键的设备 美国掌控绝大部分专利权 大部分都在美国人手中 所以美国组成这样的一个团队 主要是要遏制中国 在半导体的发展 可是有可能吗 我觉得短时间 会给大陆很大的压力 但是随着时间一直走 那个压力会下降 道理很简单 它就是需要资金 技术 人才 设备 那这个东西你一旦有了 你就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大陆拥抱14亿人口 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些工业体系 基本上都需要半导体 而半导体并不是只有高阶的 它有中阶低阶的 如果我的中阶低阶都不再像台积电 或是像三星买 我都像自己的国内买 它国内的半导体生产制造商 是会越来越强大 所以它的资金就越来越充沛 它从台积电去挖人 就是人才 这就困难度就不大了 有的人才 你当然在研发的技术 再加上跟大学合作 跟工业中正合作 你在这个部分里面 推它的技术一出来 那当然剩下的就是设备 设备以荷兰来说的话 如果它今天不卖光刻机给大陆 大陆自己做出来 荷兰这一家以后的生存 就会面临问题 而三星如果有一半 都不能卖到中国大陆 你认为三星还是世界大厂 还有竞争力吗 所以我觉得美国把 我们跟韩国都捆在里面 其实是把我们害死 日本也会被害死 为什么 因为大陆市场那么大的时候 最后它不愿意原料 被日本人控制 它自己去发展原料 它有足够的化学家 来发展原料 那日本的公司也活不下去 所以到时候不要弄到最后 我们死了一片半导体 而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反而蓬勃发展 那这样的情形 对我们台湾来说的话 好处到底在哪里 对大家绑在一起一起走绝路 什么这种感觉 美国通过520亿的晶片法案 其实很简单的说 就是说我给你这些钱之后 有一个限制条件 我协助你发展 但是你十年之内 你不可以到大陆 去投资发展晶片 其实Boss说的没错 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影响是比较小 因为我们台湾在大陆的投资不多 除了说台积电在大陆 有一个投资一个28奈米的厂之外 其他的没有 但是对三星影响很